大家好 我是大老K 男扮女装这个词啊 想必各位都二叔能详 不管在古装连剧剧还是在电影中 都经常会有男扮女装的桥段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民众接受程度的提高 这种行为在现实中也多了起来 而互联网的发展 则让他们找到了展示的舞台 有些扮相特别漂亮的 那粉丝量也是相当庞大 而随着网民对这一领域关注度的不断提升 一个网络化的称呼也就此出现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女装大佬 听到这儿啊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多半已经猜到了 没错 咱们本期要来讲述的 就是一起与女装大佬有关的案件 此事件从发生到抓获凶手 总耗时不足半个月 但要论复杂离奇程度 那正是世所罕见 甚至到现在都有一些问题存在真意 那么废话不多说 故事呢正式开始 蒂夫尼·麦金尼是一位生活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单身妈妈 她的工作呢 是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旅馆担任服务员 而工作期间啊 两个孩子则由外婆来召开 不过2013年5月28日这天出了点小问题 蒂夫尼生病了 于是他向老板请了假 打算独自在家休息一天 可当此事被安东尼理直到后啊 这位向来热心的好友 当即决定要去吉纳西街 也就是蒂夫尼的住处 去给人家做一顿晚餐 话说安东尼是一位49岁的非裔男子 平日里呢 都在一家名为威尔逊的殡仪馆工作 由于殡仪馆距离吉纳西街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非常方便 所以蒂夫尼没有拒绝安东尼的好意 乖乖的在家等着好友的前来 时间呢来到当天下午的5点左右 安东尼骑着自行车如约而至 伴随着他的到来 家里的气氛也瞬间变得轻松快乐起来 两人在厨房一边做饭 一边聊的是热火朝天 就在这时啊 蒂夫尼突然觉得有点内疾 于是便去了卫生间 可他刚坐上马桶 就听见家里的大门被人敲响 接着呢 就听见了一个陌生男子巨大的叫嚷声 给我钱 快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快把我的钱给我 好家伙 这分明是遇到抢劫了 面对这种情况 作为女性 蒂夫尼哪还敢走出卫生间啊 当然 他也没有傻愣着 而是立即拿出手机 拨打了911 为了不被外面的人发觉 他用非常微弱的声音 告诉接线员 家里呢 闯入了一名歹徒 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 可也许是因为声音太过细小 对面根本就听不清楚啊 于是接线员只能反复追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当低伏 你想着 怎么才能让接线员听清呢 卫生间外 突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喷喷声 声音之大 连电话那一头都听到了 好在接线员反应也不算太慢啊 他迅速开口道 我听见了枪声 保护好自己女士 我们会尽快赶到的 说完呢 便挂上了电话 此时此刻 蒂夫尼除了不停地向上帝祈祷外 几乎别无他法 可就在他瑟瑟发抖 等待救援之际 意外又发生 因为屋外呢 传来了几个熟悉的说话声 很显然 这是外婆送两个孩子回来了 见此情景 别无选择的蒂夫尼 只能硬着头皮冲出了洗手间 嘴里呢 还大声喊道 别进来 千万别进来 没曾想 话音刚落 大门就被人打开了 万幸的是 呆徒已经离开了现场 算是虚惊了一场 然而刚从惊恐中 缓过神来的蒂夫尼 突然就想到了一些什么事 接着呢 他便在卧室门前的地上 发现了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的安东尼 好在报警及时 警方和医务人员 很快就赶了过来 并第一时间 将安东尼送往了医院 展开了抢救 不过当坦帕警局的 唐切尔乔尼克警官 在了解完案发过程 且勘察过现场后 却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咋回事呢 话说这案发地 吉纳西街 本身就属于 犯罪率极高的截区 这个地方 因药品家暴 抢劫而引发的案件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而光从蒂夫尼的描述来看 他遭遇的 无疑就是一起 随机的入室抢劫案件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现场并没有被人 强闯过的痕迹 换言之 应该是安东尼自己开的门 为什么呢 难道是他认识歹徒 这是奇异 其二 经蒂夫尼确认 家里被人拿走了两样东西 一台笔记本电脑 以及一只女士胯包 从这点看啊 犯罪动机貌似 的确是强劫 可除了以上两件 原本就放置在最显眼位置的物件外 其余什么都没丢 有人要说了 是不是嫌犯没有找到啊 还真不是 因为现场的抽屉或者橱柜 都没有被人打开过 换言之 人家不是找不到 而且根本没有找 其三 现场呢 总共找到了六枚弹壳 事实上 他们几乎都打在了安东尼的身上 在警方看来 这是明显的过分伤害 其次 如果这是一起随机案件 歹徒照理说呢 不应该选择蒂夫尼的房子 原因是他家的位置 正好在一条死路的尽头 真要是运气不好 遇上巡逻的警方 连跑都跑不掉 综上所述 雷切尔警官认为 眼前这起案件 很可能并非抢劫 而是一起针对个人的谋害案 可这一结论得出啊 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 嫌犯的目标到底是谁 如果是蒂夫尼 受伤的为什么是安东尼 如果是安东尼 案发地又为什么是蒂夫尼的家呢 麻烦的是 除了蛋壳以外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于嫌犯的信息 鉴于这种情况的警方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两名当事人的身上 不过蒂夫尼却直接告诉警方 自己只是一个宾馆服务生 平时生活非常简单 无外乎就是工作和带孩子 他实在想不出得罪过什么人 以至于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问题好像只可能出在安东尼的身上 可他正在医院抢救 不可能接受询问 为了不浪费时间 调查人员决定 先从家人和朋友口中 了解一下此人的背景 可你们猜怎么着 不问不知道 疑问吓一跳 这安东尼里在坦帕当地的各大俱乐部 都是名声赫赫啊 想必通过视频开头的介绍 朋友们也都猜到了一二 没错 安东尼是一位女装大佬 他白天在殡仪馆上班 到了晚上则换上女装 混迹于各种俱乐部 表演脱口秀的剑 听到这有人要说了 那又怎么样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 从先前的描述中 各位一定觉得安东尼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 对吧 一听到朋友生病 立马就要来帮忙做饭 相当体贴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哥们的性格 犹如他白天与黑夜的两份截然不同的工作班 具有两面性 事实上 他在俱乐部里的确很有名 但并不是名扬四海 而是臭名远播 等我介绍完此人的生平 估计各位也会觉得无比惊讶 安东尼呢 出生在坦帕市的一个叫彩虹高地的地方 他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 母亲则是典型的家庭主妇 虽然夫妻俩总共生养了八个孩子 不过开卡车的收入呢还算不错 孩子们倒也都能茁壮成长 可当安东尼长到15岁时 他竟发现自己开始对女性时尚产生的兴趣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边人也慢慢发现了他的异样 为了躲避飞翼 他选择了辍学 并独自前往了芝加哥谋求机会 但几年的打拼呢 没能浇灭他内心的渴望 1992年28岁的安东尼回到了坦帕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沙利·萨斯奎奇 从那时起便以女装大佬的形式 在坦帕各大同性恋俱乐部演出 不知道观众里有多少人对女装大佬这个领域有所了解 虽说只要自己愿意 谁都可以男扮女装 就像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粉丝的私信 要求我出个女装视频啥的 但可以想象的是 我要真来一女装 那画面绝对惊悚 由此可见 要想让人接受 那自身条件也一定要达标 最起码搬上之后 要像个女人才行 不巧的是 安东尼体型魁梧 脸部轮廓分明 不管怎么化妆 一看就是个操老爷们 好家伙 那扮相 人家看一次可能觉得挺新奇 看多了就受不了了 更麻烦的是 一年后的1993年 他因殴打一名欠他钱的女子被捕入狱 最终呢 获判了六个月的缓刑 这对他的演艺事业 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没增强 就在缓刑期间 有位朋友向安东尼提了一个建议 反正你在坦爬也混得不咋样 还不如去迈阿密碰碰运气 为啥有这么一说呢 道理很简单 不同的城市流行的东西不一样 这迈阿密就特别流行女装大佬 当地甚至还有专门的选美比赛 正因如此 那里民众的接受程度也远高于其他地区 就这样 在半年缓刑期结束后 安东尼便背起了行囊 再次离开家乡 前往了麦阿密 而且这一次啊 他学聪明了 由于深知自己的扮相比较恐怖 除了给人带来猎奇感以外 无法长久 于是 他把自己演出的内容呢 从唱歌跳舞改成了脱口秀 为了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还专挑争议话题 甚至呢 拿现场观众来开刀 不但言辞犀利 而且呢 不留任何情面 为了追求现场效果 那真是啥都敢说 果不其然 这种策略呢 让他迅速火了起来 南海岸旺达的名号 也传遍了大街小巷 这里我插一句啊 南海岸旺达呢 是安东尼到了麦阿密后 给自己起的新一名 可他火归火啊 当地的俱乐部呢 却不这么欢迎他 因为只要有他的地方 必有争端发生 道理很好理解 所谓争议话题 那肯定存在正反两派的支持者 你帮了其中一派 那另一派就会觉得不爽 再加上旺达说的话又特别难听 所以呢 经常会与台下的观众产生争执 甚至发生斗殴 原本呢 这已经让俱乐部老板们够糟心的了 没想到 由于长期混迹于夜场这种地方啊 安东尼居然染上了药营 这下好了 嗑了药的安东尼更是口无遮拦 那是开足马力胡说八道啊 这使得原先抱着支持态度的观众 也对他产生了厌恶感 至于那些本来就讨厌他的人 那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就此 安东尼的名号 从南海岸旺达变成了南海岸最不受欢迎的人 但即使是这样 各家俱乐部呢 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但慢慢的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只要跟安东尼有过过节的人 都会因各种原因被警方逮捕 比如嗑药啊 斗殴之类的 可由于这些人呢 确实存在违法行为 所以也不好说什么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甚至连俱乐部老板或者一些完全无辜的人都受到了牵连 原本大家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华沙俱乐部的总经理叫迈克斯维 兰德福德 无意中啊 从一辆警车边走过时 居然发现安东尼正坐在后座 与一位警官窃窃私语 仅仅十分钟后 警方就冲入了俱乐部 此时兰德福德才意识到 这所谓的南海岸旺达搞不好是警方的线人啊 更恶劣的是 为了泄私愤 安东尼呢 还经常诬告别人 就这样 1998年3月 一份名为旺达问题的传单 出现在了各大俱乐部老板的手中 自此 安东尼被彻底逐出了南海岸 非但如此 很多被他陷害过的人 都扬言要给他一点教训 好在安东尼呢也不是傻子 见此状况 他赶紧卷铺盖逃回了坦帕 并在他从小帮忙过的宾衣馆 寻得了一份差事 但那颗躁动的心呢 始终无法平静 所以在风头过去后 他又穿上女装 混迹于坦帕的夜场之中 可由于表演的内容没有改变 所以重蹈覆辙几乎是必然的事 而身边的好友呢 也都劝他改变风格 不然会惹上大麻烦 可惜安东尼本人 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虽然经常被人围忧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正因如此 当朋友们得知安东尼被人袭击时 完全没有感到意外 至于警方在了解到 以上这些事实后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这安东尼实在是树敌太多了 除了他自己说出凶手的身份 不然根本无从查起 然而这种可能性 很快就被否决了 2013年5月31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医院传来噩耗 安东尼因伤势过重 不知身亡 可没曾想 伴随着他的去世 调查人员却从主治医师的口中 得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 上面说过 安东尼的全身上下 共有六处武器伤 后经院方确认 六处都不是贯穿伤 而其中一处的伤口上 还发现了几片墓靴 这条信息之所以重要 那是因为他很可能改变 整起案件的动机 话说案发当天 警方在现场的卧室房门上 发现了五个弹孔 由于安东尼躺倒的位置呢 正好是在房门前 所以调查人员觉得 他多半是在门前受到了袭击 子弹穿身后又打到了门上 但根据医院提供的信息来看 警方先前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 真实情况恰恰相反 子弹是穿过木门后 才射到安东尼的 这也是伤口上会有木屑的原因 再结合他所躺的位置 那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 嫌犯在进入房子后 因为某些原因走进了卧室 安东尼呢 见此情景 立即上前关上了房门 并拉住把手 试图将嫌犯锁在屋内 后者在情急之下 只能拿出武器对着房门乱射一通 直至房门再次打开 可当他看见门前奄奄一息的安东尼后 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于是便匆匆离开了现场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那么六处武器上就不属过度伤害了 案件的性质仿佛再次变成了入室抢劫 可随之而来的又一条线索 直接就把警方给搞瓮 咋了呢 案发后啊 雷切尔警官专门派了一组人 负责对周边住户进行排查 希望能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经过几天的努力 调查人员呢 还真就找到了好几名知情人 之前说过 蒂富尼所在的吉纳西街 是犯罪率很高的一个街区 正因如此 此条街上的居民都很警觉 话说案发那天当枪声响起时 有好几个人都冲出了家门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据他们描述 当时呢 看见了一名身穿白T恤牛仔裤 身高在五英尺青寸 哎呀 就是一米七三左右的男子呢 从蒂富尼的家中冲了出来 然后迅速钻进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的副驾驶 接着汽车便扬长而去了 虽然距离有点远 但大家呢 还是看见了男子的大致面容 还有他手臂上的纹身 换言之 死人没有门面啊 另外 一名住户反应 案发当天早些时候啊 他曾看见那辆黑色轿车在附近游荡 并向一名女子问路 接着呢 就停在了蒂富尼的家门口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 这绝非随即作案 嫌犯肯定是有针对性的 那目标会是安东尼吗 警方觉得不像 原因很简单 从凶手进屋后就闯入卧室来看 很像是在找人 假如目标是安东尼的话 他完全可以开门就 为啥要进卧室呢 有人要说 既然这样 那目标肯定是蒂富尼罗 哎 道理是没错 但从嫌犯问路的行为来看 此人好像并不知道蒂富尼的家具体的位置 这说明他和蒂富尼不熟啊 两个人都不熟 怎么会结下深仇大恨呢 除非嫌犯是被人雇佣的 但蒂富尼说过啊 他没有任何敌人啊 所以警方能不蒙啊 逻辑上讲不通啊 好在啊 雷切尔警官也不是凡人 他在思考两久后觉得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警方得到的线索中存在错误 换言之 有人说了谎话 而在所有的证人中 可能说谎话的 就只有蒂富尼罗 于是雷切尔打算查一查这个女人的老敌 果不其然 这调查刚开始没几天 警方就获取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信息 蒂富尼啊 仿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宾馆服务员 事实上 他对犯罪行为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就在案发前不久 这个女人刚被警方暗中调查过 最终呢 由于证据不足 才没有对他采取行动 那他到底干什么了呢 两个字 欺诈 而且骗的还是政府的钱 大致的做法 就是盗取陌生人的身份信息 然后在一个当事人不可能去的州 提交一份假的纳税申请表 再经过一系列的运作 最后呢 实现退税 事实上 这种犯罪方式在坦怕 甚至超过了药品交易 成为了当时发家致富 最快速的手段 另外 根据先前的调查 蒂富尼绝非单打独斗 他是有帮手的 但那些个人信息呢 都是此女通过工作之便获取的 申请表格也是他填写的 所以最终退的税都到了他的手上 假如他在拿到钱后分赃不均的话 就很可能招来麻烦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他为啥说自己没有敌人 估计不是没有 而是不能说 正当警方打算查查这个诈骗集团的其他成员时 一条重要线索的出现 使得调查人员当即就改变了计划 之前不是有邻居目击到了歹徒本人 以及一辆黑色轿车吗 可惜啊 没人确认歹徒的身份 至于车牌号 那就更别提了 万没想到 案发几天后 一个名叫特拉维斯哈里斯的男子 竟主动找上了警方 并直接奉上了车牌号 话说特拉维斯啊 就住在蒂夫尼加对面 案发时他刚好开车回家 所以全程目击到了歹徒上车逃跑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他不但看到了 而且他还一脚油门跟了上去 虽说最后啊跟丢了 但却记住了车牌号 就这么简单 后经确认 黑色轿车的主人 是一个生活在莱克兰 名叫艾伯尼弗迪的女子 现在各位一定觉得警方 必将通过这条信息 顺利抓获真凶对吧 告诉大家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艾伯尼说啊 案发那天 他将自己的汽车 借给了一个名叫库尔特的朋友 至于库尔特把车开去了哪 他并不执行 于是呢 警方又把库尔特 传唤到了警局 可当此人得知自己 可能卷入一起谋害案后啊 吓得是陡如筛康啊 还没等警方问话呢 他就一股脑的把案发 当天的经过交代了一遍 但当警方听完之后 却是郁闷至极啊 这个库尔特是和朋友一起啊 合作开黑车的 也就是那种无震惊的出租车 案发前啊 他接到了一笔业务 有一个客户想在2013年5月28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从莱克兰赶到坦帕办点事 等办完事呢 再赶回莱克兰 要知道 从莱克兰到坦帕 单程也就35英里 来回不过70英里 可人家竟愿意出价200美元 有这等好事 肯定要接啊 不过库尔特的座驾 正好在大修 所以才向好友莱布尼 借了一辆车来跑这单生意 据描述 这位客人仿佛对目的地的位置 并不十分清楚 最后也是在多方问路之下 才找到了 不过此人进入房屋后 三分钟就跑出来了 上车后呢 还不停地要求库尔特 加快车速 当汽车来到四号洲际公路的一个插路口时 乘客将一把武器抛出了窗外 而当汽车一进入莱克兰地界 人家就下车走了 所以库尔特并不清楚其最终的去向 更麻烦的是 他和朋友都不知道乘客的真实身份 两人只知道此人的绰号呢 叫滑头 好嘛 如此接近真相 却就是抓不到真凶 换谁不郁闷啊 然而就在此时 库尔特呢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天啊 他和乘客到了坦帕后 在一个距离最终目的地 不算太远的地方 遇到过一个年轻女孩 当时乘客呢 直接就叫了一声 坎迪斯 接着 他便向女孩问起了路 换言之 这两人应该认识 可惜库尔特不知道 女孩的住处 所以他说了呢 也等于没说 结于这种情况 无奈的雷切尔警官呢 只能再次找到蒂夫尼 并让他好好想想 自己认识的人中 有没有哪个是生活在隔壁莱克兰市的 起初啊 蒂夫尼说没有 但隔了一天 他就告诉警方 他的堂妹 曾经交过一个男友 是莱克兰市的 原本警方觉得这事扯得也有点远了吧 下一秒啊 他们就傻了 因为堂妹的名字 居然就叫坎迪斯 也就是案发那天 库尔特和嫌犯在路上 遇到的那个女孩 有人要说了 这下简单了 只要找到坎迪斯 不就能知道嫌犯的身份了吗 没错 警方一直这么想的 可你们知道坎迪斯怎么说的 他承认案发当天 曾在一辆车里看到过前男友 而且呢 还把堂姐家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可这个前男友啊 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前男友不同 实际两个人呢 是在酒吧认识的 总共就没处几天 坎迪斯甚至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全名 对方啊 只说自己叫德尔 好家伙 雷切尔听完都怪疯了 但不得不说 女探长的思维确实够细腻 当他冷静之后 马上就想到了一件事 那个库尔特不是开黑车的吗 据说他的业务呢都是在脸书上接的 而一般人的习惯都是把这类提供服务的账号 事先家为好友 等真的需要时呢 再找出来联系 因此啊 雷切尔觉得 凶手会不会是库尔特脸书账号的关注者之一呢 想到这儿 他当即就打开了电脑查了起来 仅仅几分钟后 就找到了一个嫌疑对象 依据有两点 第一 账号的头像 与目击者的描述相近 第二 这个账号的名字就叫德尔 当雷切尔拿着照片 让坎迪斯和库尔特确认时 两人均表示 正是此人 很快啊 警方就确认了嫌疤的身份 这哥们的真名叫做迪安德尔托利福 23岁 他从十几岁起啊 就经常因各种暴力行为进出监狱 案发时正处于缓刑阶段 可当调查人员拿着逮捕令来到他的住处时 却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 见此状况 警方转头就发出了通缉令 不过谁都没有想到 通缉令发出几天后 迪安德尔啊 居然主动投案来了 可你们别以为他是来自首的 这家伙啊 是在街上看见了自己的通缉令 所以跑来警局问问 为什么要通缉自己 奇葩吧 当然警方是不会陪他装傻的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于是呢 当场就送了他一副银手镯 接着呢 便开始了审讯 2013年5月28日这天你在干嘛 我一整天都和家人在一起 晚上还住在了奶奶家 你认识安东尼蒂夫尼或者库尔特吗 完全不认识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你认识坎迪斯吗 没听过 雷切尔警官一看 好嘛 遇上滚刀绕了 居然连前女友都不认 那行 咱也来玩点音乐 你知道吗 坎迪斯怀孕了 他说孩子是你的 一听这话 迪安德尔直接就挑了起来 不可能 他在撒谎 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 可刚说完 他就知道漏仙了 当然警方也知道自己没有抓错人 但自此以后 迪安德尔呢 就行使起了揭末权 而且全盘否认自己与案件有关 这可就麻烦了 倒不是说他不认 警方就拿他没有办法 主要是经过调查 迪安德尔的确与安东尼和蒂夫尼 没啥交集 他要是不开口 那就没人知道此案的真实动机 以及背后是否还有涉案人员 但从当时掌握的信息来看 嫌犯的目标 有较大可能是蒂夫尼 不过这个女人从不承认自己存在敌人 至于原因呢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 为了找到事情的根源 警方呢 只能对蒂夫尼的好友们展开了排查 结果竟有了惊人的发现 有好几名受访者表示 蒂夫尼是有敌人的 对方原本也是他的朋友 但后来啊 因为金钱往来上的事 产生了分歧 从此交恶 据说是蒂夫尼吃掉了一笔 本不属于他的钱 金额呢 高达三万美元 但以上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位敌人的身份 他的名字叫做艾伯尼弗迪 也就是迪安德尔犯案时坐的那辆黑车的真正主人 至此啊 警方也推测出了案件的来龙去脉 蒂夫尼通过税务欺诈的手段赚了很多钱 而艾伯尼呢就是他的帮手之一 根据原本的分成比例 艾伯尼呢应该获得三万美元的佣金 可蒂夫尼啊 却把这笔钱私吞了 气氛之下 艾伯尼找到了迪安德尔 让他去找蒂夫尼要钱 如果成功 将会支付其一定比例的费用 后者呢 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难度 只要他把武器威胁一下 量他也不敢不还钱 主要这么做没有任何风险啊 毕竟蒂夫尼的钱来路不振 他不可能报警说 自己的钱被人抢走了 而这些钱是从政府偷来的 可案发那天呢 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那就是安东尼的出现 原本迪安德尔啊 并不想理睬这位女装大佬 他只想找蒂夫尼 所以呢 进屋后直奔卧室而去 可不知道真相的安东尼呢 看见手拿武器 横冲直撞的迪安德尔后啊 第一反应就是入室抢劫 于是趁对方不备 迅速关上卧室的门 并拉住把手将其锁在了房中 见此状况的迪安德尔也急了 为了脱身 他对着房门连射六发 没想到呢 门对面的安东尼就这样送掉了性命 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蒂夫尼和艾伯尼呢 都说不认识对方 再加上迪安德尔与艾伯尼之间 也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只要这哥们不出面 指认艾伯尼就没人能拿他怎么样 事实上迪安德尔呢 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行 而警方既没有找到凶器 也没有在现场发现指纹 毛发等生物证据 致使案件的审理 一度陷入胶着 最后检方表示 虽然警方并不掌握决定性证据 但迪安德尔在案发当天的案发时段 手拿武器进入蒂夫尼的家 接着呢 屋内便响起了枪声 最后他又拿着武器 走出屋子的全过程 都有目击证人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安东尼被人谋害了 所以迪安德尔 必是真凶无疑 果然 陪审团接受了这种观点 2015年7月13日 法官宣布 迪安德尔谋害罪名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但后者啊 当庭就提出了上诉 至于爱博尼呢 则从来没有因为安东尼的死 受到过任何嫉诉 故事呢 到这里就讲完了 但我还想多说几句 也算是个小脑洞吧 根据警方的推测 迪安德尔呢 是受了爱博尼的指派 才去找蒂夫尼要钱的 但因为种种原因 爱博尼呢 才侥幸逃脱了制裁 可我倒不这么认为 凡走过必留痕迹 如果事情真如警方所想 我不觉得他们会找不到 连接爱博尼和迪安德尔的 那条线索 如果找不到 那就说明了 这两个人真的没有联系 至于作案车辆属于爱博尼 那完全是个巧合 要不是黑车司机的座驾大修 他也不会去问爱博尼借车 如果不借车 爱博尼就完全不会出现在案件的链条之中 退一万步讲 要真是爱博尼指使 那他一定会把蒂夫尼的详细地址 告诉迪安德尔 这是最起码的事 可实际情况大家都看见了 迪安德尔对这点并不清楚 不过关于此案的动机应该没有问题 那小子就是去找蒂夫尼要钱的 原因和警方说的差不多 他觉得这笔钱来路不明 就是抢了 对方也不敢报警 有人要问了 那他是从哪知道有这笔不遇之财的呢 各位还记得坎迪斯吗 他是迪安德尔的前女友 又是蒂夫尼的堂妹 他很可能知道姐姐骗水的内情 而坎迪斯和迪安德尔交往期间 也极有可能将这个赚钱的手段告诉对方 所以迪安德尔才会在到达坦帕后 去找坎迪斯询问蒂夫尼的地址 当然以上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此案至今还在走上诉程序 希望有朝一日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